宜蘭投城鎮立游泳池近期開放 入場免費 但是有民眾發現 孩童進入游泳池 要簽竊節書 如果受傷後果自負 家長也質疑救生員不足 由於質疑的聲浪不斷 鎮長下午也宣布 游泳池要無限期關閉 走進投城鎮立游泳池 被要求要簽一份竊節書 上面寫著若在園區內 導致意外傷害 願自行負責 民眾見到相當氣憤 民眾表示 自己的孩子去泳池游泳 遇到親切節的情況 現場救生員人數還不足 覺得很不合理 如果對泳池游泳要親切節 出事要自己扛 那去河邊玩水就好 幹嘛去游泳池 實際到游泳池觀察 發現現場只有一名救生員丁少 據游泳池管理規範 投城鎮立游泳池面積 達五百平方公尺 至少去配置兩名救生員 明顯違規 對於泳池沒救生員 民眾多不認同 那當然是本來游泳池 應該就是要設置有救生員的 基本上還是會有一些意外 所以還是基本上救生員比較安全 因為你看我們這個 解決書上面寫的就是說 它幫它去影響別人 或是用不當的方式去游泳 我們要建立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一個方式 投城鎮立游泳池 2021年因疫情關閉 中間盡力廠商解約 泳池設備整修 近期重新對投城鎮明開放 入場免費 投人證公所則表示 切捷書只是提醒作用 沒有法律效力 現場救生員員人數已補足 但二十一號下午 蔡文藝突然在臉書宣布 會避免捲入風波 游泳池無限期修緣 記者林靖倫宜 宜蘭報導